为了推广水里向在地优质的农特产品 水里青农就合作 利用发财车结合国产财来打造礼山餐车 预计打造吧台 未来不论是方便性或是推广农特产品 只要开到那边就可以随时摆摊进行贩售 因为我们小农 在我们山上的小农 每个小农几乎都会有这个小发财车 那于是我们就是利用国产财 来做一个车头柜 然后就可以形成 我们预计是要做八个为一个车队这样子 然后八台为一个车队 我们小农就可以出去做展售啊 或者是像我们礼山餐桌 可以出去办餐桌这样子 然后去推销我们的水里的农产品 新一员萧之旋也表示 水里向的农车产品相当丰富 品质也非常好 相当肯定青农对于地方产业推广的用心 也希望未来能够对于地方农产有很大的帮助 水里向的青农 不仅在各项的农产 包括运销生产方面 都有很多的新的创意 目前他们也规划 在自己各自的产品上 用我们的小货车 来做一些它的特色产品的一个推广 希望透过我们货车的带动 能够让更多的民众甚至游客 对当地水里生产的农特产品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青农们也表示目前只打造一台 未来预计规划有八台组成一个车队 不论开到哪里 摊子摆出来都可以贩售水里乡在地的优质农产 记者邱平易水里采访报导